自2015年以来 中国的人权律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打击和迫害 很多律师在监狱里 也有更多的律师无法职业 六年前中共当局709大抓捕维权律师 王宇是第一批被捕的律师 与外界失联超过一年 护士后也无法以律师身份职业 维权律师王全璋 在709事件中被羁押及囚禁近五年 直到去年才获释 人权捍卫者的活动依然被压制 一些人权捍卫者被抓捕 一些人权律师的执照被吊销 官方对人权捍卫者的活动不能容忍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种反人道反人权的做法 不但没有被废止 反而被广泛的滥用 中共当局在2015年7月9号 全国逮捕300名维权人士及律师 事件被称为709大抓捕 引发全球关注 六年来 中国维权律师在中共高压统治下 持续被拘禁 被监控 以法律维权的道路日趋艰难 律师常伟平 长期参与人权案件 曾公开讲述当局如何施以哭刑 2020年10月再次被关押 曾代理709案的维权律师余文生 目前已被关押长达三年时间 律师高志胜2015年出狱后处于软禁中 2017年被迫失踪至今 音讯全无 Gao Zhejiang has said You cannot be a rights lawyer in China without becoming a rights case yourself Through his absence today His whereabouts unknown even to his family What lawyers like Gao Zhejiang stand for is nothing less than the rule of law for everyone Particularly those persecuted, harassed, or griev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一个没有能够自由行使职业权利的律师的国度 必定是一个专制的国度 709律师的遭遇和他们的未来命运 和自由民主中国的未来前途息息相关 中共践踏法治维权律师的处境 反映中国大陆人权恶况 更需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 才有可能让法治的正业真的到来 新唐人演的电视直线人 张云霆 台湾 台北报导